明年元代开始将会开放莱猪进口 政府按照国际标准要求进口肉品要标示国别 但不少地方政府认为应该要清楚标示莱猪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说 政府不能用法律设定某一些贸易门槛 如此一来呢反而会被别的国家贸易暴富 另外更传出等莱猪告一段落之后 政府就会处理日本核实进口的议题 侯友宜今天在开炮说莱猪没有做好 开放核实不是太离谱了吗 莱猪即将开放进口 新北市长侯友宜再开酸政府 侯友宜忧心食品安全 呼吁中央应该清楚标示莱猪 但行政院长苏贞昌说出政府考量 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标示 独独台湾要自己用国家法力 还有公权力强制的话 那那些国家都一定会对台湾实施 缓过来的贸易暴富 但地方县市首长买单吗 新北市自己有食安自治条例 我们另外也会有征修 瘦肉精领检出 这个部分我希望报到行政院 行政院给我们满满的支持 不只莱猪争议近日再传出 明年还可能接力开放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 小孩子没有做好 你开放核实不是太离谱了吗 先把莱猪这个问题先做解决吧 这才是守护国人的健康 至于核实 差眼了 政府在这个阶段并没有讨论 辅导食品要如何处理的问题 没有现在没有讨论这个事 府院急灭火 但核实消息一出 确实已经让地方父母官很忧心 记者凌晨杰 叶婷 李恒荣 黄伟才 台北从道